今天要請小朋友跟著我們動手捏黏土 可愛的小造型 我們可愛的作品自己設計吧 今天要做的是可愛的書包夾 可是我覺得它其實不只是可以當作是書包夾 它可以做的用途跟功能還滿多的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便利貼的小夾子 有任何的小便條紙你都可以貼在下面 或者是說你其實也可以把它夾在 像一般的袋子上 書包上 甚至有可以夾的地方自行小夾子 你都可以把它夾起來 主角是上面可愛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老師故意做的是有點呆萌呆萌的 不一定要是小動物或者是小人偶 其實各式各樣的小生物 只要勾移就好了 我們歡迎今天首作達人可言老師 嗨 大家好 老師 今天我們這個主角到底是小外星人生物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就覺得它看起來可愛 就這樣設計沒有什麼 所以我說其實捏黏土的樂趣就在於 你不需要特別去設計你的主角要長怎樣 你只要覺得說 我覺得粉紅色很可愛 我甚至可以幫它做一個可愛的小角 或是幫它做一個大大的蝴蝶結 大大的頭 大大的眼睛 然後小小的身體 怎麼可愛怎麼做 好 我們請可言老師介紹今天的材料 今天的材料絕對就是黏土 對 那我們一樣用青年土 那簡單的工具 再來就是木夾子 如果你不想要夾子 比如說你想要放在罐子上面啊 或者是一個瓶子上面 其實都OK 對 就是看你要用到什麼工具上都可以這樣 那白膠是一定要有的 再來就是壓平器 如果沒有壓平器的人呢 其實你拿一個板子 就是鐵的那個板子 壓下去也是OK的 那材料就是這麼的簡單 嗯 其實大家可以想想看 你不一定說後面一定要幫它裝一個小夾子 你甚至可以幫它後面裝一個冰箱貼啊 或者是說變成一個小髮夾 你可以夾在自己的頭髮上面 有沒有 也很可愛 或者是說你想要做一個可愛的小領帶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別在自己的領帶上面 我覺得就是哪裡單調 就把它當作是一個裝飾品 拿來裝飾 好 剛才材料已經介紹完了 接下來邀請可嘉老師 開始動手捏我們的小怪物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拿白色的黏土出來 因為白色啊 它可以搭配很多色 就看起來就什麼都很配 所以我覺得白色是最快速的方式 那我們就拿一塊土 那先型土把它揉一下 嗯 那書包你想要做成圓形的也可以 或者是你要橢圓形的 其實形狀都可以這樣 那我就是做一般書包的形狀 就是學生們在背的 嗯 書包小夾子 對 那我們就是把它搓長 然後之後就拿壓平器 壓一下 嗯 稍微壓扁一點 對 然後其中的一邊這邊把它推平 想要書包大一點你就做大一點 可是你就要比比看會不會超出這個夾子 如果超出就不難了 因為這樣這個就沒辦法壓 所以不要超出夾子的大小 然後壓到你要的厚度 然後把這邊推平 上面呢就有一點圓弧形 圓弧形 對 我這次做的比較厚一點 如果你不要那麼厚 其實從後面剪掉就好了 嗯 如果說你不要的 多餘的黏土的部分 你直接用剪的 就不用重做 它今天書放比較多 嗯 所以 比較厚 比較厚一點 對 好 像這樣子 就是你確定好你要的形狀 這樣就可以繼續做 嗯 嗯 那接下來就是要調顏色啦 調顏色呢 我就是粉紅色 但是有加一點點黃色 粉嫩粉嫩的 對 大家可以自行調出很可愛的馬卡龍色 就不一定是說呢 我一定要死白的白色 甚至你的書包 你想要做咖啡色的 黑色的 紅色的 都可以 他們就 露土 然後就調一個你喜歡的色 可以先從淡淡的顏色再調 然後等一下再加深 我覺得均勻的顏色會比較好看 然後我們就找一個 就是可以當前面口袋的主體的顏色 你可以自己設計一下 這個小書包的樣子 比方說 我想要做一個五顏六色的 當然你也可以做單一色系的 自己發揮 之後呢 就根據這個包包的大小 嗯 搓長 有沒有 就是比它大一點 比它大一點 之後呢 拿壓平器壓 壓薄一點就對了 如果沒有壓平器啊 你用擀棒 也可以 壓扁 對 就是壓扁 厚度呢 就大概0.1公分 反正就是可以包起來就對了 之後呢 就拿這個刀子 切平 再比一下 有時候不小心切太多 再做幾號 做幾號 做幾號 對一下 對 對 然後再比一下 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 雖然說是到這個位置 但是我也比它大一點點 因為黏土乾的時候 它會縮水 所以會看得到下面的地方 就會不好看 嗯 多留一點點 對 多留一點點 然後再做幾號 再做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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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公分的厚度 0.1到0.2之間就好了 0.1到0.2之間就好了 然後就這樣把它貼起來 如果你怕所有切的Y7扭8 其實你拿尺把它壓下去 也可以 就沒有問題了 嗯 不然就要像我剛剛那樣 慢慢修 之後確定好位置之後 我們就要把它放上去 放上去的時候抹上白膠 白膠就在這個粉色的上面黏 稍微沾一下就好 你想要推開就推開 不想就算了 因為黏土現在還是吃的 比較好黏 嗯 之後就順著這個下面這樣 把它壓一下 這樣等它乾的時候 它才不會露餡 這樣 這樣 好 然後包包就總是要造型一下 就看你想要切什麼形狀 像我這邊就是切一條線 然後再拿工具 沒有這支工具呢 你就用牙籤 搓洞洞 幫它做一些些的小裝飾的感覺 嗯 好 然後這邊再給它一點 所以這邊的造型其實可以自己決定 然後再來就是 這邊下面我就是覺得它很空 所以會做一些愛心或什麼的 那如果你不喜歡 其實你在上面貼貼紙 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 嗯 那我既然就是做黏土 那我就是 黏土來做囉 然後 那就調個橘色好 橘色就是紅加黃 嗯 你可以幫小書包上面呢 做簡單的造型 那當然 像老師說你也可以直接買現成的珠珠啊 或者是說呢 可愛的小裝飾品啊 然後小蝴蝶結啊 你可以把它黏在你的小書包上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好玩的地方就是說呢 你可以自己 控制你想要的書包感覺 你可以做比較浮誇一點的 你可以做比較呆萌一點的 或者是說你所有的材料呢 都可以像老師用黏土去做 你也可以加上一些壓克力顏料 去做一些妝點 其實都很可愛 對 然後我的作品呢 上面其實呢 不是這個造型 當然還是講一下喔 就是不一定要就是切線條啦 我們也可以做黏土上去 就比如說搓一個圓 再搓一個長 啊我本身是黏在上面 我也可以黏在下面 這樣子 喔 一個裝飾 對 然後到旁邊 就把它包起來 這樣就是一個裝飾 就是隨個人喜好 然後再拿工具這樣切一切 你想要怎麼裝飾你的書包 就怎麼裝飾 你甚至可以在上面寫字 寫名字 我覺得也可以 對 對 這可以掛在這裡書包上 然後我們再來做一個愛心 黃色 然後就把它搓圓 然後手用斜的搓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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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水滴 壓一下 這樣 然後呢 比較胖的地方 從中間切下去 輕輕輕的喔 再壓一下 然後把我們剛剛 切好的地方撥開來 這樣愛心就出來了 很快 然後就貼上去 你要做幾個都可以 嗯 甚至你可以做一個蝴蝶解 像老師這邊就做了三個橘色的愛心 對 那其實現在市面上有很多是用模具的方式去做 就是它現成已經是模具 你就把黏土呢 壓進去 它出來 脫模 就變成可愛的小造型 大家就不用自己去捏 我們就可以直接呢拿現成的模具去做也可以 對 然後我現在覺得這個愛心很大了 我就再做一個小的就好了 就一大一小剛剛好 嗯 也不一定說要跟作品一樣做三個 一樣的方式 搓圓 搓水滴 壓扁 中間切一刀 抹上白膠 貼上去 這樣 嗯 它就已經很花俏了 好 之後呢旁邊就要有口袋 沒有口袋感覺會差很多 所以口袋一定要做 因為一般的書包其實它邊邊就是會有兩個可愛的小口袋對稱的 所以如果說你要做比較擬針的話呢 還是建議大家這小口袋呢還是要把它做一下 就是這個有沒有 粉紅色的這兩個 它的小口袋 好嘞 小口袋呢 我就是搓圓 只是兩個大小差不多啦 不要擦太多 搓圓之後呢就壓扁 它厚度也是差不多0.1左右 但是呢就是要在1 3分之1的地方把它切掉 1 3分之1喔 這樣 之後呢 就是在邊邊的地方塗上白膠 好 因為它的接觸點是邊邊 所以邊邊的地方白膠塗滿一點 不然乾掉的時候它一定會掉 就這樣把它貼起來 就這樣把它貼起來 一邊的口袋就好了 對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 口袋出來了看起來就不一樣 好 好 接下來就換上面拉鍊的地方 拉鍊的地方怎麼做呢 我們要幫書包加一個開口 所以這個開口呢 我們也可以去找真實的書包 然後做參考 我們去研究看看 如果說你要做一排這樣的拉鍊扣 要怎麼樣去做設計 那基本上呢 你也可以不用都是白色的 大家也可以去選擇 你喜歡的顏色去做這一排拉鍊 然後記得呢 像老師一樣要幫它 點一些小點點 有個洞洞 洞洞點完之後才比較像是拉鍊的那個排口 對 好 拉鍊呢我們就是拿白色 我就是拿白色 然後呢就把它戳藏 之後呢就把它戳藏 在這邊 出戲有點不一樣 那就這樣推一下 因為只是差一點點而已 所以就可以這樣推 有沒有 就是這樣很好用 然後呢前後就把它切齊 好的 之後一樣把它裝上去 把它裝上去 大概的位置 大家可以把家裡的小書包拿來參考一下 看書包應該是長怎樣 那你可以做得比較擬人的書包 很可愛 那當然呢也可以像老師一樣 其實我覺得做出來的感覺有點像是 外星人 因為它有眼睛 書包有眨眼睛 但看上去就是可愛可愛的 而且它是綠色的眼睛 所以就 有點更像外星人 那我們就從中間 我們要切著中間這個線的時候 放線要拿對 我們不要面對自己要這樣 像車子的輪胎一樣 這樣線才會直 恩恩接觸道具 對 之後呢看你要點點呢還是畫線都可以 反正就是要有書包拉鍊的感覺就對了 嗯 你也如果家裡頭沒有像這樣的工具 你也可以拿一個牙籤 對 或牙線棒我覺得都可以 它都是會可以讓你製造出小洞洞 然後也可以幫你畫線 所以其實家裡面呢有一些生活用品 也可以拿來當作輔助 做的黏塗工具其實用的還蠻簡單的 隨受可得 我們的拉鍊完成囉 拉鍊完成了就做手把好了 嗯 它的小提把 因為通常書包這邊都有一個小提把 所以我們要擬針 就這邊把它做一個 一個手環 提把呢我們就是黃色的 搓圓 再搓長 它不要做太小了 做太小其實很容易掉 然後壓 然後一樣 就是粗細要一樣 之後把前後切掉 之後咧我們要黏起來 黏起來因為它太小了 所以我白膠黏在這邊 不然其實不好操控 白膠在這 有點反著貼 這樣接觸面積比較大 這樣 壓緊的意思 這邊再貼 工具伸進去 把它壓緊一點 讓它固定一下 對這樣比較不會掉 再來呢就給它做耳朵 耳朵你要長的啊圓的啊 都可以 我今天做的就是三角形 書包長耳朵了 耳朵呢我們就 圓的 把它搓長出細一樣 像精靈兒 精靈兒長一點點這樣有沒有 這樣做一半 你看 再切開 大小就差不多 之後呢就把它搓圓 不管怎樣我兩個都會先搓圓 看一下大小有沒有一樣 一樣我才會繼續做 不然等一下就是你直接搓成三角形 就很麻煩 然後手是斜的 只是水滴啦 然後壓扁 再把這邊推平 然後再做一個 對稱的耳朵 小一點我們就用手指頭推 那如果你覺得水滴很難做呢 但你又想三角形 你可以擀成一片土 用剪刀或是工具把它切成三角形 這樣 之後在這個底部 塗上白膠 放在這裡 壓緊一點點 這邊也是 壓緊一點點 最後呢我們就做眼睛 五官 對五官呢說真的它有點小不是很好做 如果你覺得真的很難 你就拿筆畫吧 你可以拿出那種很細很細的 極細的那種零號餅去幫他畫個眼睛 點兩個點點也OK 那或者是說你可以直接去買那種活動眼睛 就是會動的然後你就把它貼上去 我覺得也蠻方便的 還有凸凸筆也可以點一點就好了 那我今天綠色比較深 對 這是因為我藍色加太多 反正顏色你可以自己挑 你覺得顏色太鮮豔 你可以再加一點白色去中和一下 對 對 我就戳兩個圓 最困難的一點是嘴巴 然後就點 點在你要的位置上面 其實你這個用凸凸筆真的可以完成 你就是讓他眼睛有一點立體的 然後像老師呢他是用黏土的去幫他 黏了兩個痘點 然後再加上弧形的嘴巴 這樣也很可愛 嘴巴呢就真的很麻煩 嗯 戳圓然後戳長 戳性要一樣喔 之後呢你就拿這個工具有沒有 如果你沒有這個工具就牙籤 先做一下你要的形狀 有點W型齁 再把我們的嘴巴裝上去 對然後這時候土很容易乾掉 所以動作不能太慢 對 像我就是先貼這樣 太長了 再切一下 還是要比的 就是有白膠對不對 之後呢就用工具推 微條齁 對微條 然後五官做好之後 其實我們就可以準備要讓他 跟我們的夾子組合在一起了 對啊就是微條條到你要的樣子 嗯 這樣 之後呢夾子 確定好就是上下要搞對喔 不要黏錯位置有沒有 摩上白膠 好抹多一點點 這樣 之後就把它放上去 啊這隻很像怪物 眼睛太大 虛包找怪物 對 對他眼睛比較大 這樣子 作品就可以完成了 那其實他還沒有乾 然後他現在黏土還沒有乾 他需要一點重量 所以呢其實呢 你在黏的時候你要像老師一樣 讓他定點 然後呢讓他呢 稍微乾了之後 你再開始使用 不然的話其實還是蠻容易脫落的齁 那等到呢青年塗乾了之後 他就非常的輕 他幾乎是沒有重量的一個狀態 那這一隻呢 書包小怪物 你看是不是很呆萌 那老師那一隻呢 真的有點像是巨型的大ET 但總而言之呢 大家就可以自己發揮 看你喜歡做出什麼樣的書包 可愛的造型 那你當然也可以呢 把整個書包是做成全紅色的 黑色的 咖啡色的 不一定是要像這樣子 有點像是小怪物ET的造型 你可以真的做得很擬真的小書包 那像我剛才說的 因為它是書包嘛 書包夾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把它 裝一個這樣的吊扣 你可以像鑰匙扣一樣 掛在我們的書包上面 又或者是說呢 你可以背後呢 裝一個冰箱貼 那甚至呢 我們還可以把它做成一個 可愛的小髮夾 你覺得今天出門有點單調 或是把它安裝在你的髮箱上面 我覺得也非常的可愛 反正老實說 黏土就是怎麼可愛 你就怎麼做 不一定說呢 我一定要做什麼 一定要做得很擬真 不一定 反正勾姿一呆萌就好了 我們要謝謝可憐老師 今天教大家 做這可愛的書包夾 謝謝老師 謝謝 多多快樂學堂 下回見囉大家 拜拜 下回見囉 下回見囉